依然是公所与美国洛克维尔市签约 缔结姐妹室 蔡总统各文不但自穿台湾总统 署名国号也是台湾 再括号RC 而且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自行改国号 我是2300万人投票选出来的总统 三年前出访巴拉玛 蔡总统的签名就是台湾总统 如今民进党在立院立推国安无法 却带头改国号也引发矮话疑虑 蔡英文总统到现在 我这三年多很少 几乎没有听过她热爱中华民国这六个字 或者大声讲出来中华民国总统 我觉得蔡英文总统应该 要告诉海内外大家都很疑虑 勇敢大声的说出来 我是中华民国的总统 这样子 我觉得这可以澄清大家很多心里面的疑虑 她只有这种偷偷默默的心境 就写成她是台湾国的总统 The President of Taiwan 就是台湾国的总统 那么各位 她已经实质的改变现状 第一民进党消灭中华民国 对内又不敢台独 在野党要求蔡总统到立院报告 否则将追鬼中华民国总统 任内兴奉与出访费用 这是一份贺文 那在总统府的官司的文件里面 那总统的署名都是 President Republic of China 台湾 按照民进党这个国安无法 蔡英文总统其实已经犯了叛国罪 对外打仇中牌 对内又不敢台独 政治操作 到底是不是变选 要选民心中血量 今天人家会王志文台北采访报道